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应当高兴欢心 请大家起立彼此文安 告诉全世界 告诉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感谢神主耶稣已复活 因他活着 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们有着确据和盼望 让我们把无限的赞美和荣光 献给为我们创始成中的耶稣 我们一起唱这首 《无限赞美荣光》 无量赞美和荣光 却回旧是尽光 那道在山河撒纳 当年海同歌唱 那为往世几号鸡 以色人人之望 风出生命来世几号鸡 当首万民颂扬 天师天君无量书 在天颂三逐名 守造万民预扬 在天高声响应 在天高声响应 即日悬眠来见主 守护宗旨响应 不尽我中当风险 祈祈祷赞美和声 主在守难舍身前 也守歌颂赞美 祝祝祝祝祝祝祝 祝祝祝祝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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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祝祝 祝祝祝祝祝 祝祝祝祝祝祝祝 请大家依然保持站立 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第十二到十六节 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 将到耶路撒罗 就拿着聪明之士 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撒旦 供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最当要唱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旅居 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着 西安的名啊 不要去怕 你的王骑着旅居来了 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如样以后 才想起这事 是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新郎 下面我们请诗班献唱 《宝贵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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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诃 而那如是 像活着要醉人 也能成熟 熬血救出 因我罪过 是他守护 因我罪过 是他受死 记忆的爱何能如此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 记忆的爱何能如此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 不再凝醉 且我再再委屈 耶稣与你那所有属 我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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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受力 传奇弘异 神结拜议 记忆的爱何能如此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 也能帮主 保血救出 怎能如此 怎能如此 我主 我神 尽为我死 请会众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我罪过 神尽为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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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爱 多么如此 我主生 尽为我死 如今好奇 与生永远报错 爱的恩典 可恳无邪 舍弃己身 尊全爱 救赎不可怜 丫头梦海 恩典离 可恳无邪 我主我生 将我行为 记忆的爱 多么如此 我主我生 尽为我死 我一起离 多远追求谈报 被追到 唯有安不荒 主也发出 我荣誉 使我绝心 荒满老房 所连 多么新的释放 我亲爱的 随逐见报 记忆的爱 多么如此 我主我生 尽为我死 不再离追求谈报 不再离追求谈报 父与他 所有赎不再离追求谈报 不再离追求谈报 不再离追求谈报 我们接下来读的第二段经文 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大家一起来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 求他爱着他同学的同样 借着他的名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放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情有更勇气 能力和众生的鼓励 能力和爱 基督的爱是何能 倡过 高生 并知道这爱是国里面的所能做的路 愿教圣一切所充满的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阿里 充充足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到我们的爱 直到世事再来 永永延远 阿们 下面请诗班献唱 哦 主耶稣 你深长的爱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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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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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第二次 成长成长 成长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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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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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回到日本 他不是回到日本 他是要去日本去传福音 他要向他的仇敌传 他要向他的仇敌传这个死人平安的福音 他要向他的仇敌传这个死人得平安的福音 他要向他的仇敌传这个死人得平安的福音 你说他怎么能够做到呢 你说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因为他都解决定的福音他的福音的福音因为他也要令他介入福音的生命中 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福音德性生命在他身内 不让他生命一生被那个仇恨捆绑着而惧怕 福律师另外一个意义是受圣灵的平安 福律师另外一个意义是受圣灵的平安 二十二节那个地方 他说的这个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二十二节讲到他讲了一句说话之后 向他吹口气 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一段吹一口气给人之外 有两个地方神吹一口气 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 当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 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创世纪那里 神用耶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 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上 他用生气吹在那个人的鼻孔里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成了那个有灵的活人 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以希节先知的异象当中 看见遍地的枯骨 另外一节就在以希节书里面 先知看见遍地的枯骨 那些都是神的子民 那些都是神的子民 他们因着被弃神而都死掉了 他因为被弃神而都死掉了 结果先知就问神说 这些枯骨要怎么复活呢 一个先知就问神这些枯骨怎么复活 神的答案就是说 从四方来吹在这些死掉的人的身上 神的答案就是 气息要从四方来吹在死了的枯骨上面 使他们能够活了 使他们可以活出来 第三次出现在这个 复活节的晚上的门徒当中 第三次这个吹一口气 出现在复活节的晚上门徒当中 主耶稣用吹了一口气 给他门徒一个清楚的印记 主耶稣藉着吹一口气 给门徒来作为一个清楚的印记 让他们知道 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得到一个重生的新生命 他因为门徒相信主耶稣復活 来得到一个重生的新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就好像 神当初造人一般 这个新的生命就像当初神造人一样 这个新的生命也如同 那个平原当中的枯骨 能够复活一般 这个新的生命也都好像 那个平原的孵骨可以复活一样 我们今天愿意受神的猜浅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愿意让主差宜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要得罪一个復活的新生命 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印记 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印记 受圣灵的平安就是 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 受圣灵的印记就是 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 你说活出主的生命 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你说活出生命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那一句话 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最后那句话 讲到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我们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讲到半路上的抽考的时候 主耶稣对门徒 对教会的吩咐 也是这样一句话 门徒对教会的吩咐 也是一个这样的说话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今天我们作为教会 作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今天作为教会 作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实际上领受了神 给我们这样一个托付 我们实际上领受了神 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托付 不是我们能够赦免谁 不是我们可以赦免谁 而是我们的主 他能够赦免人 而是我们的主可以赦免人 但他愿意透过我们这些器皿 来赦免人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他告诉我们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漏过任何一个人 我们不想救他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得救 如果我们说 我们漏过哪个人 我们不想去救他的时候 他们就没办法了 到时候那个账 就算在谁的身上呢 到时候那个账 算在哪个身上呢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 是我们一直说 主啊让我活出你的新生命出来 我们今天跟主讲 我愿意活出你的新生命的时候 但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谁是我不能赦免的人 但是有没有人 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我们不愿意赦免的呢 有没有谁是我不能饶恕的人 有没有什么人 我们是不可以遥恕的呢 有没有谁是我不能爱的人 有什么人是我不能爱的呢 如果我们刚才讲的 二战那个宣教士的女儿 她连她的杀父母的仇人 她都能够爱 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 对我们自己主理的弟兄姐妹 反而不能够爱 有时候我们问 那个宣教士的女儿 连她的杀父仇人 她都可以爱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主来的 弟兄姐妹都不可以爱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权柄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所拿到的权柄 是一个怎么样的权柄 拿到一个怎么样的权柄 用什么样子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活出主 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平安 用什么生活才可以 活出主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呢 福慧之的意义是什么 福慧之的意义是什么 简单的两句话就是 耶稣带平安来 我们传平安去 简单的两句话就是 耶稣带平安来 我们传平安出去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祂要把这个平安带来给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把那个平安带来给我们 祂告诉我们说 祂邀请我们走出我们紧闭的房门 出去传祂的福音 祂邀请我们走出紧闭的房间里面 往外面传那个平安的福音 用我们所领受的来传这个福音 用我们所领受的来传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就能够传出去 这个福音就可以传出去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真平安 我们就可以得到真的平安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二战的那个宣教士 女宣教士的故事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女 二战之后那个女宣教士的故事 还有一个续集 还有一个续集的 就是因着这个女宣教士 她投入日本的宣教 因着这个女宣教士 投入日本的宣教 她改变了一个日本当时的一个 几乎是民族英雄的一个 当时二战的战犯 她改变了那个当时是日本英雄 其实是二战的战犯 冤田美军雄 她叫冤田美军雄 她是在偷袭珍珠港时候的那个总指挥 她是偷袭珍珠港的总指挥 她后来因为在空战的时候 被美军击落下来 就被美军俘虏 她因为空战的时候 被美军击落 所以被美军俘虏了 她在俘虏营当中 呆到二战结束 她在俘虏营里面流到 二战结束 她回到日本的时候 听说她整个思潮当中 还有一种军国主义要复辟的思潮 她回到日本的时候 她仍然听到在日本 有个君国主义的思潮要复辟 但是她被这些前仆后继的宣教士 真实感人的生命的见证给感动到 她被那些前仆后继的宣教士 一直去到日本的 他们那种生命改变了他们 她由一个信仰战争 转变成一个信仰耶稣 她由一个信仰战争 变成信仰耶稣 改变她最大的那句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句话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 他们不知道 所以她突然地发觉到 她原来以为对的事情 完全都是错的 她突然之发觉 她原本以为对的事情 是完全错的 原来神一直用赦免饶恕的爱 在等候着她 原来神一直用赦免的爱 来一直等着她 所以听说后来日本政府 曾经几度邀请她做 负责国防事务的一个大臣 结果后来听说 日本的政府要求她做国防大臣的事情 但她拒绝了 因为她说她这一生 只要去传这个 使她悔改 使她平安的福音 给更多需要平安的人 结果她拒绝了日本政府 她说她一生只是用来传扬 让她悔改 让她得平安的福音 原来神一直留下一句 很有名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说 要忘记广岛 忘记珍珠港 记得耶稣 记得各个他 她讲到一个很出名的说话 她说忘记广岛 忘记珍珠港 记得耶稣的各国他 日本人最不能忘的就是广岛 日本人最不能忘记就是广岛 美国人最不能忘的就是珍珠港 美国人最不能忘记就是珍珠港 因为彼此都觉得对方对不起他 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家对不起大家 但是彼此都没有看见 他对对方的伤害 但是彼此都看不见 他们自己对对方的伤害 所以冤前美军雄说 日本人要忘记广岛 美国人要忘记珍珠港 所以冤前美军雄说 日本人要忘记广岛 美国人要忘记珍珠港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耶稣 记得各个他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耶稣的各各他 我们就能够达成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 吩咐我们的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大习主耶稣 在这一路讲到 你要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如果我们总是记得别人对不起我 如果我们总是记得其他人对不起我 别人伤害我 其他人伤害了我 别人欠我好多 其他人欠了我很多 我要血债血还 我要血债血还 你永远被仇恨给捆绑住 你永远被仇恨捆绑住 你仍然没有进入到复活节当中 你永远都进入不到复活节当中 求主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 求主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看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看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并且耶稣让我们看见 并且耶稣让我们看见 看见他的手和肋旁 看见他的手和肋旁 并且再次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并且再次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我们现在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主 谢谢您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 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得我们真的看见 您自己的应许都是真的 并且我们看见您自己的救恩 要如何的临到我们的身上 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我们什么都无法做 主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 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改变的这个关键 主我们为了这些我们来感谢主 主也祈求主您自己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了平安之后 帮助我们进入到平安的时候 我们愿意继续的跟随主 使得我们在平安当中有喜乐 并且在喜乐当中 我们看见您要差遣 我们继续的走出去 帮助我们能够走出去 不管这个出去是我们的家庭 是我们的灵舍 或是更远的地方 都求主您自己 让我们带着这个平安的福音走出去 使得更多的人 能够如同我们一样 被主您自己给改变 让这个复活节的故事 让这个复活节的经历 能够生生世世的发生在 每一个世界上 需要生命改变更新的人当中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接下来我们诗班有两首诗歌 要献给大家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诗班 帮助权� Load façon 可以 感谢观看 我们见证了坚不可摧的爱 这是父神的计划 他不计代价的要赎回他的孩子 从来没有一个如此深不可测的奥秘 耶稣来摧毁敌人的计谋 他来重建我们 他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无法做到的 黎明终将来临 他将在耶稣的空坟墓中开始 在那个早晨 一个孤独的女人 因为失去救主而跪下哭泣 只有一个声音可以安抚她的眼泪 妇人 你为何哭泣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 在这声音中 天破晓了 黑暗被驱散 他看到 他看到 整个世界都看到 辅独生子的荣光 他 活着 因他活着 因他征服了死亡 我们得了永生 死亡的毒钩被挪去 因我们看见耶稣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让万希跪拜 万口承认 弥撒亚耶稣是主 荣耀归于父神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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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物的主 救赎从天降 信主高昌 拥戴耶稣 拥戴祂为王 耶稣 知报知到耶稣 拥有全兵耶稣 永生生儿子 祂是耶稣 无人可逼耶稣 教主耶稣 拥戴祂为王 拥戴耶稣 祂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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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